可能有些人的相对都比较高位 好像我们chartroom Polly就想问9988亚里 他是288元有十手的 应该是沟货还是止蚀好了 就是这个情况 很多朋友本身是高位有货的 所以你这一转 虽然你看见科技股 反正好像也很不错 但只不过让大家的账面上 是输少点的 这样的情况 你说你280元买的话 说真的你要回家乡 应该真的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因为有件事不要忘记 就是刚刚所说的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消息链 或者是一些气氛上的影响 实际上的 你想一下他们的业绩表现 其实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影响 就是他们的业绩表现出来 一定是差了一点 所以变相之下 真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当然刚刚也提到的 你看到他们的势 就好像你这段牌子要好一点 那你要姑且尾口来一下 先拿出去 但是没有我都可以介绍 如果再弹的话 就考虑一下分住 减一减网 如果你实际的话 其实没有程度上 可能你之前都加得比较多 可能加住这样 但是没有 这些教你再弹上 这样的意思 一百零楼上 你继续的时间 你就考虑一下再减一减网 甚至如果你资金实力容许的 如果真的 你万一会有价值 到时候再放下去的时间 你就考虑一下那些位置的时间 怎样再加住会比较好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